那第二章咱们也说完了 第三章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 生产存货循环审计这块呢 其实它是分成两个东西 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存货 谁更重要呢存货 考试分值十分左右 单选多选案例分析题都有可能设计 具体的这个点 也是我觉得在这不用说了 还是那几项 咱们放到这里边去说 那这章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存货键盘 这是最重要的 咱们先看第一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概述 首先职责分离 一个是记哪些部门要分 然后第二个要记后半句话 如果不分会有什么问题 那在这儿 采购验收保管部门要互相分开 特别是 当生产部门生产好了以后 生产部门生产好了以后 一定要经过单独的检验部门 去做检验 然后才能入库保管 所以说呢 生产部门 验收部门和保管部门 也是互相分开的 这要知道 这是这个循环当中一个小的点 要知道 另外一个 在存货盘点的时候 要找保管人员以外的人 去做盘点 这是个点 就说我只有库管员盘点是不对的 好 这是职责分离这儿啊 我就强调这么两个 信息传递控制 授权 成本控制 永续盘存 成本控制这儿 书上说的很多 如果万一涉及到 你把成本给他 就是凡是你知道的 和成本有关系的东西 选上就可以 比如他会说出什么 定额啊 定量啊 这种东西也是成本 也是成本的控制 给他就行了 那永续盘存 大家强调的 注意是这儿 财块部门 一定是财块部门 不断的在记录收发的过程 叫永续盘存 它是由财块 不是仓储部门 仓储部门的这种记录 它不叫永续 不叫永续盘存 接着实务控制 实务控制呢 那就是还是和以前一样 限制非授权人员接近 那这里头呢 比如说 做的一些差异报告啊 它也属于实务当中 就是除了控制之外 它的例外情况 你得报告出来呀 它都是属于 实务控制的环节 那这块 虽然列的多 但是大家看 就关键的就是 就是这些 比如产品入库的时候 还涉及刚才那个问题 它要有质检 单独的质检经理去签字 于是呢 涉及到生产之检和 仓储三个部门 联合起来 都会涉及到 要定期进行盘点 运输经理需要单独检查 这些都叫实务控制 好 与生产存货 循环主要风险 其实生产和存货 这个东西 由于它的数量很多 很繁杂 它更多的这种风险 停留在什么呢 复杂性上 它的计算比较复杂 多元化 很难确定啊 地点多样化 这些东西 接着第二节 第二节呢 控制测试 这块呢 不说了 因为就是 它可以具体给大家说的内容不多 和常规的前面的章节是一样的 那接着咱们看第三节 审计目标和方法 审计目标 真实性指的是没有被多计 完整性没有被少计 计价金额 有没有计对 所有权是权利义务的问题 截止是时间的问题 对吧 这几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往下看 存货审计的方法 第一个分析 分析程序和存货有关的分析 可以分析 它自己的构成 也可以分析 它的存货成本差异率 和订单销售和去对比 关联企业去对比 存货跌价准备的比 周转率毛利率的比 这里边周转率和毛利率 第一个你要知道 这两个比例和存货有关系 第二个要会计算 周转率等于销售成本除以平均存货 因为很多题 你会不会选 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公式列出来 列出来了 分子分母你往里一带 说它销售收入影响了存货周转率 你说那就不选呗 因为它都不在这个公式里头 你只要公式列出来 基本这种题都能够选对 所以这个是要知道的 存货键盘非常重要 咱们呢又把细致的东西 给大家列了一遍 但这块肯定是不去讲了 首先存货 它实现它去评价 观察 检查 抽盘 这些过程 它实现的就是两个目的 一个是控制测试 一个是实质性程序 所有的键盘 都是围绕这两个程序 目的展开的 都是这样的 一样 那肩盘能够实现的认定 如果是单选题 就是一个 叫存在认定 它有没有 但如果是多选题 你可以说 它和其他的这些有关系 完整准确性计价分摊 所有权 它有关系 它会对这些认定提供 一部分帮助 而不是全部 听懂了 对于存在认定 它可以提供全部证据 它就是在 但是对于后面这几个 只能提供的是部分证据 接着 具体的计划 那这个出题就比较灵活了 咱们只能说 在这儿你去自己去记一下 说我们的键盘计划里 应该考虑的内容有哪些 比如说 我包括内容有 这是从审计人员角度的 存货键盘的目标范围 时间安排 涉及的重点 参加的人员 以及范围 这里头一定是内部控制好 我们的范围会小一点 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不好 我们的范围会更大一点 另外呢 在制定监盘计划的时候 需要考虑一些问题 比如说存货的重大错误风险 它算不算 算 存货的移动 怎么去检查 总之呢 这些要素 都是和你能不能点清楚有关系的 如果这个你不事先考虑很有可能你点不清楚 比如说要不要聘请专家 他存放的地点是不是多样化 我们要不要同时去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接着应当评价管理层的程序指令 包括第一个适当的控制活动的运用 那这时候呢 要收集已经使用的盘点表 实施盘点和复点程序 第二 确认再产品的完工程度 过时回损和第三方拥有的存货 就是你在你在看评价被审计单位 在自己操作盘点过程中 你能看见什么呢 你可以看看他自己的流程是否完美 他的流程是怎么做的 实施监盘啊 什么他的表单是怎么控制的 接着呢 你要关注的一些点 就是他容易出问题的 他在产品点对没点对 毁损的怎么判断 第三方拥有的 他是不是单独存放了 就这种东西 你都是要在盘点过程中要关注的 还有呢 存货的数量如果很难清点的 他需要估计的 你是怎么估计的 对于不同地点存放之间的移动 以及截止日前后 这个移动是一个啊 移动是一个 截止日前后的出入的控制 都是要判断的 否则你是点不对的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比如说他是截止到 中午12点还是下午5点 他之间的移动是截止到什么时候 算哪个仓库的库存 否则的话他就点乱了 就这些东西呢 放到食物里是个灵活的问题 就是你要知道他都是应该 应该被控制 应该被判断的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去做就行 然后审计人员呢 在这里要观察 观察管理层 他的指令盘点设计和执行情况 以及呢盘点的范围 接着审计人自己要做的是抽点 抽点可以从盘点表 账上记录 往实物上去查 也可以用实物去追查到盘点记录 都可以 方向不一样 两种方向都行 盘点时发现差异怎么办 第一个查明原因 然后呢考虑潜在错误 是不是要调账 在审计出题的时候 依然是这样 不能说我们发现差异 马上就是调账 他这个查明原因这一步 是一定不能漏的 这是审计的应对问题 存货键盘不可行的时候 有替代程序 替代程序呢 在这里头替代程序一定是有第三方出现的 比如说我这个盘盘不了 我可以问那个买进来的时候 那个第三方 你是不是真的卖给他那么多东西 或者卖出的那方 有没有 没有第三方完全是他自己的这个东西 这个替代程序是有瑕疵的 要注意这个也是个问题 那如果盘点实在是没有办法进行 就是不可预见的情况导致你没有赶过去 没有办法实施监盘 只能择日另盘 那择日另盘的时候 间隔期发生的问题要实施程序 好 接着盘点后续要鉴定存货的所有权 证实账面的余额 然后这个两个之间互相比对 最后检查存货的质量 这个存货的质量和他的计价有关系 那到这为止才是整体的存货的监盘 就不要把后边漏了啊 你光注意中间的盘了和自己点了 你最后得核对啊 得和账面上进行核对 来咱们看20年就回忆出来 最近的和监盘有关的考题是这样的 直接看题目 针对资料二审计人认为恰当的是 这个和前面1234一样 我们直接看 选项 A将内审人员编入盘点小组 好 那他考你的是什么 盘点小组可以有谁 在被审计单位的盘点小组当中 一定不仅仅是库管员 这个刚才说了就是属于一种内控吗 在盘点的时候一定要有盘点以外的人员参加 只要有以外的都行 是这个企业的 但是这个盘点小组不能是谁呢 不能说是审计人员自己 他说的内审还是备审计单位的人员啊 如果是审计人员 说是带队作为小组成员去盘就不对了 所以你在这首先要知道盘点小组成员是包括谁 B 未将在仓库保管的存货纳入盘点范围 好 那现在他考你的又是盘点范围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所有账面上的存货资产 你就这个范围很好记 那这时候他范围就可以出很多题目了 比如说不同时点的 说那个我存放在别人仓库的是不是盘点范围啊 我在图的是不是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是不是 只要是他的库存 库存上有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盘点范围 这个要知道啊 都是要证实的 那你说在图的 我还没记在原材料里呢 那他不属于原材料的盘点范围 但是他属于存货 我需要检查的内容 好 那这个盘点范围是说 没有 没有将租赁仓库 租赁仓库里放的东西是不是也是自己的 也是自己的 当然要在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C将审计人员单独编组 好 那他就是审计人员能单独编组 作为被审计单位单位人员去做吗 那就不对了 所以他也不对 这考的依然是盘点小组的人员 所以你对人员啊范围啊这些都很熟悉 第四个安排三个盘点小组 被存放在三个仓库同时 这是对的 防止之间的一些移动 所以呢 选择A和D 在这儿还是这句话 咱们不是说 为了把这个答案记住 而是你要看 他让你明白的点在哪 就是谁参加范围是什么 时间是怎么操作的 接着存货的计价 计价主要可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方面呢 大家要知道 就会计算呢 先进先出 移动平均 移动加旋平均和月末一次加旋平均 个别计价法 这四种方法要会算 人家给你出了 会问你说 咱们出过这种题 说他给你列示了一个 进出的数据 然后问你他这么列 最后这个计算 对于会计报表有什么影响 这种 那你就会计会算就行 截止期的审查 就是对于存货来讲 凡是12月31号 验收入库的都算他的库存 那这时候如果不算的需要 如果没有寄进来的需要进行展估 就是没有取得发票的 但是验收了 我们要展估入账 已经取得发票了 又验收了 那咱们就要真正的入账 产品成本的审计目标 咱们就不说了 和前面都一样 产品成本的审计方法 这个审计方法里边第一个分析程序 咱们列挺多的 分析程序还是和产品成本计算有关的 都可以归在他身上 比如说材料成本差异啊 单位成本的对比 贷处理财产损益 制造费用 直接材料 公费 这些东西都给他 毛利率的计算 也可以和他有关 关联方非关联方的产品成本 价格交易量 结算方式 都是可以和他有关系的 这里不好记的是这个 毛利率 就是毛利率和成本 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成本呢 又和产品成本 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毛利率和产品成本 有关系 这个要知道 接着第二个 成本项目的审查 成本项目的审查 考试会计知识 就是按照谁受益 谁承担的原则 去判断就行了 就是哪些应该 进入直接的产品成本 哪些呢 就是期间的费用 管理费销售费这种 那哪些呢 是进再建工程 就是区分开就可以了 接着第四章了 第三章说完 第四章货币资金审计 货币资金审计分值 也是这个单选多选 案例分析都可以出 分值十分左右 那货币资金当中呢 除了它的内控之外 比较重要的现金的键盘 银行存款的韩证 就这些程序 好那咱们往下面看 往下看这个具体内容 第一个货币资金概述 我在这呢 把职责分离给大家列出来了 我有的章节列了 有的章节没列 列不列无所谓 但是我都不准备 一条一条给大家抠 在这个阶段了 你要回忆一下 就我怎么说的呢 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是以出纳为核心 你要记住 它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首先它能够记的是所有的 和现金银行存款货币资金 有关的账 以及他们的收发的原始凭证 和实物收发 都是出纳管 这是它能做的 那这时候它不能做的 就是什么呢 它就不能管其他的 和它有关的对应科目的账 比如说往来款 收入 费用 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叫总账 出纳不能管 那出纳如果管了支票 它就不能管印章 总之不能这个环节流程上 所有东西都它管 不能让它把钱 有机会把钱拿跑了 同时 最后对出纳的检查 是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是不应该由出纳去做的 把这几个记录 就差不多了 信息传递控制 授权文件记录使用 这里头有特色的问题 就是说收器付器 是一种文件记录使用 监控 监督控制 指定专人去做 这里边呢 还是其实和刚才那个分工一样 就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是谁做 一定是出纳以外的人去做 内部审计人员 要定期不定期的去监督 库存现金盘店 实物控制 这个循环当中包括的实物 现金支票 账簿等等 都算实物控制 同时呢 坐支现金这个东西是不允许有的 除非银行批准 货币资金的主要风险 围绕着 就是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就行啊 不一一的去说 总之要说出一些很异常的周转 明显超过它的周转所需要的量的 和它的规模不匹配的 或者说它不提供资料的这些东西 好 这个内容还挺多 就是反正大家看一下之后 有印象啊 说这些就表明它说的是不对的 它说什么明显不匹配啊 不一样啊 不对的这种话 往后看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测试 内部控制测试呢 这里边咱们举个例子啊 还是说针对某一个东西来说 针对某一个 比如说现金盘点表 审计人员抽查该企业是否定期编制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逐笔核对 那么这个是否定期编制 就是查内控 如果它检查的是 余额调节表的金额对不对 就是实质性程序 就还是这一话 就咱们围绕着什么余额调节表啊 现金盘点表啊 就这些工作 你既可以认为它是控制测试 也可以认为它实质性程序 它在检查这个时候 它有双重目的 同时都能实践 所以你要关注人家题目是怎么叙述的 比如叙述的是 是它有没有定期编制 有没有独立的人员去编制 有没有授权分工 什么这些东西 那都是和内控有关系的 就行了 那现金盘点表也是一样的 第三节 货币资金 审计目标和方法 目标 依然是大家要知道什么真实性是没有被多记对吧 完整性没有被少记 所有权权利义务分类是科目击对没有 时间叫截止 就是这些知道就行了 那往下看 往下看啊 往下看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检查货币资金总体的合理性 它可以查什么 现金和银行存款的余额 利息收入 定期存款 占全部款项的一些比例的问题 还有 那个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什么什么存款占的比例问题 那这里分成几个啊 像这最后两个 它所占的什么定期存款和 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的占比问题 它能够解决的是安全性的问题 而利息收入这个问题呢 前面西提班讲的比较清楚 它主要解决的是 可以首先解决自己 对不对 就是它利息收入通过对比 它是被多记了 少记了 同时呢 还能解决因为利息收入 你算出来的时候 是要根据那个余额算出来的 如果利息收入对 那有可能意味着它余额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检查 你在这要知道 如果利息收入比你预测的多了或少了 也许利息收入没错 是银行存款余额记错了 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这种选择要知道 接着现金的键盘 现金键盘和存货键盘最大的不一样 它要突击 不能提前告诉 而存货是一定要提前准备好 他们俩在这完全不一样 这是时间上的 多处 同时尖盘 一般安排在营业前 或者下班后 总之要停止流动 实现的目的和存货尖盘完全一样 是存在性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是出纳去干活去填 而且会有会计主管一定要在场 审计人员也要在场 这三个人 如果涉及到尖盘的时候 要去调整到资产负债表日的金额 大家要知道怎么调 还是强调一下 你把正常的式子列出来 就是12月31号为起点 然后加上这期期间所有的收入 减去这个期间所有支出等于一个结余 那现在结余告诉你了 收支告诉你了 让你推回这个 你就把这个部分挪过去 加减号一遍 就算出来了 很简单 第三个 银行存款收付业务的检查 可以检查日记账 对账单 余额调节表 那么对账单和余额调节表 都涉及到有原始凭证 就是有 因为你调节表 也要根据对上单去做吗 所以他们两个都和真实性是有关系的 检查银行存款余额的真实性 另外呢 做调节表的时候要知道 这里边可以自己亲自去做 也可以复合企业的 根据它的内部控制好坏 内部控制好 复合 内部控制不好 独立去做 第四 检查韩正银行存款的余额 那韩正的目的依然是真实性 这是第一个知道的 韩正的范围 所有银行 他只要说出来的都韩 包括那些已经注销的余额为零的 韩正的内容包括 只要是和 可以和银行有往来的这些东西 你看包括这些票据啊 等等 你不是都要和银行有往来吗 那么他们都可以含 于是呢 他的韩正的目的不仅仅是 我含银行存款 千万别忘了 就是银行借款也是可以含到的 就在这儿 就除了真实性之外 欠银行的债务 没有入账的借款 也是同时能含到的 这个不要漏啊 这是韩正特别好的地方 优势的地方 就是查 少计 银行存款被少计的负债 那个部分也能查出来 一年以上的定期存款 不属于流动资产 这是一个表达批护问题 那这个小点要注意一下 那到这儿为止 咱们前面四章非常重要的章节 都给大家说完了 只能说呢 就是哪都出现过考点 接着我们看第五章 财务报告审计 它一下就蹦到了 最不重要的部分 第三个层次 那这张呢 因为考试分值一般来说 不会太高 就有一年好 连续出了多道题 但也是单选或多选题这种 所以这张分值呢 也就是三到五分左右 围绕着开始 它的报表审计的目标 舞弊的信号 以及呢 报表当中单个项目的一些特点 以及合并报表的特征 就咱们在这儿知道一下 以前考过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首先审计目标 除了真实完整之外 它要合规啊 一贯啊 报表强调一个一贯性 以及合并报表的范围的正确性 这个是和常规的前面的审计目标 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环节 大家要知道啊 它分成几个 哪个的具体内容 大概是什么 它一定会说出来啊 岗位责任 它就说出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岗位 什么会计集合 它就说出集合的内容 总之呢 顾名思义去判断就差不多 这里边给考过的 曾经考过的就是编制程序 报表的编制程序 包括结账对账和试算平衡 这是考过的 5B信号 历年来考的比较多 在这一章 虽然它是非重点章节 但是这是一个出题点 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大家应该掌握 那这块的5B信号和咱们前面几张的风险信号 其实差不多 就是它都是一个异常 说出一个异常的问题 比如说突然的改变 收入的增长 或者呢 它不符合正常的一个 比如说现金流的问题 比如说我有利润 但是现金流是负数 经营的现金流是负数 也是反常的事 所以呢 这些东西关注就可以了 往后看第二节个别财务报表审计 个别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咱们就注意一些重点的事项考过的 比如说 资产负债表7后事项 7后事项 分成两类 一类是调整 一类是非调整 怎么区分呢 调整事项一定是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 现在出了新结果 比如说 比如说原来的诉讼案件 现在结案了 原来的什么呀 某项资产 现在有了确定的说 它要发生减值了 就是但那资产原来就存在 资产负债表日后 进一步确认了 以前购买的这个东西的成本 以及发生的错误 5B差错 就应该追溯调整的 比如销售退回 那这都是需要调整资产负债表 其后事项 还有一种呢 叫非调整的 这种非调整的就是新发生的 咱们不去念了啊 就新发生的 它和原来的东西没关系 但是又让 又希望让读表者注意到 这时候它会披露 它会披露出来 人会问你说 现在哪些事项是仅需要披露的 那么你选这个 就是你注意它的叙述 这后面是披露问题啊 这是一个 接着咱们第二个关注一下 营业外收入和第三个 营业外支出 就是它包括什么 不包括什么 这个就是账户处理了 那提示大家容易错的一点 就是现在这个固定资产的 就是清理当中的销售 就固定资产我要卖出去了 不是报废啊 不是报废 它不进营业外收支了 这个稍微知道一下 其他的大家应该尝试都知道 所得税 所得税问题简单的要知道说 哪些是不允许抵税的 要知道一下 比如说营业外的支出 大部分都不允许 就违规的这些东西 好 那这是所得税 咱们简单的知道一下 第三节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 这个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 就是只有中级的同学要求了 那咱们曾经出现的考点 都是围绕这个合并报表的 合并报表 一个是它合并范围的依据判断 是它是否控制 或者是它的投资的关系 这种关系去判断的 还有考过呢 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当中需要有抵消分路 这个抵消分路 它会抵消什么东西呢 这是考过的 比如说所有的投资关系 你对它的投资 母子公司之间的 还有买卖关系 往来款进行抵消 买卖进行抵消 这些都是要抵消的 就大家知道 这个原理要知道就行 第四节也是中级 仅仅中级同学要求的 关联方的问题 那突出的就是 我们如何去识别管理层 没有说了出来 或者以前没有识别的关联方 注意这个用 比如说要去查阅这些资料啊 什么的啊 或者韩正啊 去注意关联方 然后进行追查 行了 那咱们呢 到这儿为止 就给大家很快速的 把全书捋了一遍 那其实呢 反而是咱们第一个部分 跟大家说的时间更长 因为那部分呢 是基础知识 有一些点是大家一定要背下来的 我再提示一下啊 比如说 第六章里边 咱们那个方法 基础的七个方法 这是你要背下来的 第七章里边 那个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 以及控制活动当中 又分下来五个小项 这是肯定是每年都会设计的 大家应该背下来 好 那其他的什么风险导向的这些原理啊 审计风险的模型啊 这些东西大家都是理解啊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冲刺班呢 就给大家复习到这儿 希望对大家的考试能够带来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